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不是工业意外 出世 李太遺伤 老公做地盘做了几个月 每星期一休息 都没什么OT 先生和太太说地盘比较热 用风扇降温 曾经差点中暑 这几天是不是很热呢 又不算 但是比如有些隱疾 如果那裏很烤的 不通风的 是不是可能因此刺激到有些隱疾的伏法呢 這個世界就是这样 這個不是工业意外 五十多岁 其实都是正当性命 我第一天下机 我走到曼城的机场 吃口烟的时候 其实我都很厉害 为什么呢 当我吃完那个口烟 催催口烟的时候 突然有一股寒风吹过来 我准备进去机场 我跟老婆一起乘搭车 一走到来 我突然说 那头好迷 手脚 暖端 避免 我心想 大人磨了 我心想 大人磨了 我心想 大人磨了 为什么呢 中风是struck的 为什么叫中风呢 以我这么不学无俗 曾经有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你被风吹倒 古人说话 被风吹倒 我们后来知道中风 不是被风吹倒 但是古人说话 叫中风被风吹倒 可能会引起 诱发你中风 难道我现在就糟糕了 然后呢 好吗 我立即糟糕了 扶着身边的东西 然后就叫我老婆 你见不见了struck 你走过来 我好像中风 我心想 你有没有前做中不中 你老婆现在才中风 那么麻烦 因为 我有朋友中了风 加速市又没有 但是我现在的新型 和飲食習慣 坚决到现在 我也是坚决喝力多 可乐 煲烟 奶茶 奶茶都做齊了 我喝热 因为我咳嗽了 我老婆过来都做不到什么 你是不是带中滴滴 就是这个牛王滴 我说你不要说话 我立即打电话 给屈卡 我看他标 屈卡在那里 屈卡在那里 我现在这样的情况 怀疑中风 如何怀疾 他说我立即打电话 我说好了 当我滴滴滴滴滴的时候 我开始怀疑 我在想 屌你老婆 如果我真的中风 我会如何怀疑 现在我在天国 屌中风又会 什么黄金多少小时 所以我在想 那人已经怀疑了 究竟我是不是中风 如果中风的 我是不是可以小中风 小中风大中风 我可不可以捱这三个星期 回到香港才搞 因为当时我实际上说过 我的手断了 我的骨子断了 就是这样的 这个位置 这样的 我都可以捧着手 又是趕着时间回到桃光环 早上 9点多等到我 躺在我家床上 因为没有人医 手腫得这样的 不排 等到我老婆回来 11点晚上 我都会引导 我是不是可以引导 三个星期后才回到香港 然后再想 究竟中风的 征象是什么 然后我在想 那时我经常听商台 有些节目 晚上9点多 就会说这些 有什么 什么 什么笑 又说会乱 又说会这样的 又说会 说话一够一够 那我立刻跟我老婆说 老婆现在听着我说话 我有什么够头 会不会 那我说 我都未必是中风 然后我再去想想 然后我再去想想 然后上网搜索 中风那些才笑 以我一样都没有 而且我的手脚又不逼了 头又不逼了 而且安官呃皇帝也好 我觉得未必是 我觉得是 因为后来我再回来香港的时候 我又再次一次 因为我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虽然我是business 你躺在这里 血液不流通 血液不流通 而且 这个经验就太多了 我十几个小时 没吃烟 如果你出来 又趕头趕命 还有 你一时之间 吃烟的朋友就知道 你又未识认回去 会暈一暈 经常都有的 应该就是这样 但是 自从今次之后 我都真的觉得 不要说话 安国投降 亦 都一定要跟身 如果有件事有什么事 就是靠他 好了 较早时 去年我们说过 这叫杨家彪 杨家彪 可仁也 就是28岁 港大生 在两年前 突然发觉 自己 有 胃癌 以及 肝癌 肝癌 病情就很反复 大约是2023年左右 他可能都自己知道自己 时日都未必多了 亦都因为 很新童感受 因为自己有病 他20多岁 20多岁 都这么辛苦 他 就这样念于 如果同一时间有病的 小孩 就更加辛苦了 他也 寫了一张 票 可能是他的所有 80万 我觉得 就算是他的所有 还是他还有另外的 家人 也不重要 因为 80万 虽然说 心不带来 死不带走 其实 你可以给 未婚妻 他就捐了 儿童癌病基金 我最支持 儿童癌病基金 大家知道 特别是 我很支持 那些含家产的小孩 去拿儿童癌病基金 当年说 儿童癌病基金 不要走他 一人去死一人去 理论上就是 但是叫得含家产 那些小孩也是含家产的 就像是哪个那样 外国有这样 吵你不要娶鬼婆 吵你了 吵你了 老实说 如果我儿童癌 吵你了 我不要当叉叉叉叉 吵你了 我叫中国人 我搞事你 他儿童癌 他儿童癌 生活了很久了 他还回来 他儿童癌 他儿童癌比他儿童癌好很多 比他儿童癌好很多 他女儿童癌好很多 但是又这么说 你要记住 老婆母妇不能选择 老婆妇不能选择 如果去到这么极端 就像是 林郑之类 是不是你真的不会说 老母和老爸 去到这样 还是你都觉得那样东西 是正确的 香港就散开了 Gabriel 家人在社交平台上说 其实 去年11月已经说 他未必能过得 他又报过了 他又能过得 那时候 我心永远都是 因为我希望有奇迹 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奇迹 但我又有另一方面 如果没有奇迹的话 就真的 早点带他走 他家人说 原来他在3月 就已经离世了 安全人离世 家人也是在身边的 也 寫了一首歌 而在 他家人 出这个post 里面 在他出这个post 里面 和大家fair well 这个post 里面 也引用了 Gabriel在他首歌 在他首歌 的歌词里面作结 当然我不懂得唱 就算我化作灰塵 飘向天上的魂 不会忘记我的根 永远守护我最亲 起码我看到Gabriel 即使是短短几句 他也准致了 一运道理 现在很多歌曲 我们常常记不了 现在还记得以前的歌曲 他说以前的歌曲是否挺不太强 不要说多次内容 是他比我更适合 就很容易唱下去 例如他说 就算我化作灰塵 飘向天上的魂 不会蒙天下根 他牵手我最亲 好了 他在1月底 地情恶化 每天都感到肝很痛 会发烧 没有体力 他说 不可能迫自己时常快乐 那么痛苦的时候 就只能苦中作乐 稍微有些时候 没有不舒服 可能就是身体上没有不舒服 或者打了止痛針 他就盡量享受那个时光 生命如果去到这样 你就真的很痛苦 但是问题 我们到现在的认知 我们的意识就在了 你再看 你的电脑 是坏了 你就没办法 我们看看 Gabel 心前 的遗照 20多岁 这么年轻 阳光清明 面容都正直善 这样的 嗯 在他 肯定了有癌症之后 他女朋友未婚妻 就反而向他求婚 我不知道 Gabel 有没有挣扎 如果我是 我是去的 当然 所谓求婚 他们有没有结婚 起码应该是分线上 但是 真的要做 手续结婚 又是会怎样呢 但是这个女孩也很值得 恢复 情依 情深义重 老实说 拍这些照片就是做留念 但是是不是会带来更多法律 我真的不知道 他女朋友就说 他男朋友的Gabel 是他所遇过 最正直、善良、勇敢的人 这个一定是 好 这个是病塌之中 其实 都能够有这样的笑容 希望Gabel 在天上就没有再痛苦了 回来了 今天公屋 不说了 去年收回1万5间公屋 比过往多55% 有几种原因 第一 你们不断有查户户 不是你查到 不是你这么厉害的 很多人是购乱了底 于是他抽了什么 陆志居 宁苑去那些 老实说 我也觉得 现在讲政治 香港的制度是很不公道的 他就像阿可伯那样 他有几百万 他有几百万还可以住公屋 但是你又要在现实想 如果你不让他住公屋 我说现实不是说公不公道 他几百万不过买房子 即使现在 他就算买房子 他就没有养老了 他为什么有几百万因为他住公屋 所以我经常觉得这些房屋政策 你是真的要在太平城市里面 找一些真是懂事的 代表到民意的人 大家真的要去研究 可能要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就不是你看到 这样不公道 确定就来了 有法就要抓 在这个时候去搞这些事情 其实是妖民的 你问我说政治 原来过去每年都收回一万间公屋 因为真的有人把房屋交出来 真的有人被罚 有人被过身 现在何永然很招职 又说他们每一间公屋收回来 平均45天 达到他们的承诺44天就非常接近 其实你们不要这样以为 去教导这些出来的办法 在 仍然在轮候着公屋的人 虽然我能够看得到 其实 过了两年 这个房屋问题 甚至乎租金问题 都未必会有那么严重 可以预计 但是在现在还在等着上楼的人 他仍然痛苦 你们不要出来说这些事情 于是令人觉得你在做事 那些是很愚蠢的人 我不会说 但是 究竟有没有机会 真是会有这些 即是会认识的人 有民意代表的人 真是坐在一起去商量 到底房屋政策你想怎样 你究竟想怎样 连人口政策说那么多年 我都不觉得你们有什么政策 还不说房屋政策 老实说现在你的教育政策是怎样 究竟是否想把校育政策全部杀掉 你是没有政策 因为人们走也揭指不到 其实你揭指不到 不做那么多坏事就揭指到 不做那么多坏事 不做那么多坏事也揭指到 好了 这件事真的要说 这件事很久没有说到这些事情 我看下去发觉 有些七岁女孩子 七岁年轻 当然要自受保护 但是也很老职 话说 有个休班警 35岁 好人 叫梁桂峰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名字都可以出来了 有些人不能出来了 梁桂峰在警察出社 如果就猜到了 旁边的屋 在纪律报导宿室里面 菲莉 在旁边的7岁女儿 昨天在粉岭法院继续審 女童说 被告的儿子曾经向她投诉 一起玩的 她投诉爸爸 即是被告 好 不过 女童7岁的X就说 未见过被告恶的一面 但是她说 不过 她爸爸犯了罪 搞到没得跟我们一起玩 我不知是说 7岁他始终说话不太清楚 她爸爸犯了罪 没得跟我们一起玩 还是她爸爸犯了罪 搞到她的儿子没得跟我们一起玩 我想应该是说后者 即是你老爸非礼人 现在在审判 我儿子都不好意思 包括我儿子的老母 救你呀 跟朱女玩 原来现在朱女是鼓奔你老爸非礼 X这个7岁的女儿 又说对被告印象的妈妈 现在 叉毒爆炸 好了 X的老母就说她回到家后 她女儿去厨房里面 示范怎样被被告侵犯 X的老母说她当时当然情绪激动 半个小时后 被告人不断打电话给她 后来她开头没有接 后来接过这个电话 被告说 喂 X打人吗 这件事不是这样的 会不会来的 不可以 不知道 等到我观審 好了 好了 被告梁桂峰 35岁 其实我真的不明白一个男人 怎会对 12、3岁以上 以下的女孩子 会施以这些 绿生枝爪也好 你用什么都好 你觉得很有趣 很美丽 很勇紧 抱嘴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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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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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新界一個紀錄部隊,猥褻侵犯女童 X承認的事實是被告在警界 被捕後警界說 我是有入過他家,不過我沒有摸過他 這個是承認的事實,雙方肯定他是入過家 X就是當事人,7歲 接受辯方盤問,辯方的律師 他承認案法的時候對被告是不熟悉的 所以 他敲其他鄰居門沒有反應 他才會敲被告的家門,因為我沒有看之前 那個報道 他可能是沒有帶鎖匙 他是先敲其他鄰居的門口 不是敲被告的家門,因為跟他不熟悉 辯方說你跟他不熟悉,但你過去 有跟被告兩個兒子玩的 X就說 我認識他的兒子 不過我不喜歡被告,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很煩 他又跟辯方律師說 被告兩個兒子也不喜歡他 他曾經跟他說過,認為爸爸很惡 這些警察是否很嫌 X就說 德國他沒有見過被告惡的一面 就算那次他侵犯,他也是流出溫柔的一面架 這位妹妹很厲害 電方就問 你是不是覺得被告的兒子很可憐 X說是 所以 他當然是由印度去 於是你就想讓他爸爸坐牢 你可以跟他兩個兒子一起玩 我估計也是這樣 一會兒再說 他說 有這個爸爸很倒楣 他覺得他兩個朋友 而且他對被告的印象很一般 現在就差到爆炸 X同意 他有想過 他同意 這麼小時候 如果被告不是他兩個兒子的父親就好了 他說我爸爸比好100倍 不過他就否認曾經想過要整走速速 為什麼會否認 當然是律師這樣問他 是否因為你覺得 你兩個朋友很可憐 所以你想設計 整走叔叔 他們兩個兒子跟你玩 他會否認 七歲女哪有這樣的心計 寫這些故事出來 所以 你說這些大撞棍 那些撞棍真的不容易 不容易撈 好了 電方最後說 案發的時候被告沒有摸過我們的恐怖和麻痺 只不過在廚房突然出現 嚇到你轉身 你害怕的 之後 你又不斷敲 之後他又不斷敲 你家門 你就覺得被告侵犯你的 X的回應就說 不同意到爆炸 他這個小女孩不知為何 口頭上有爆炸 律師說 其實被告沒有摸過你 只不過 他在廚房突然轉身嚇到你 之後又敲你家門 你才會覺得被告有侵犯你 你想摸他 其實是說這些 好了 X的媽媽 在昨天下就出城作弓 當日 他和兒子回家 即是X的哥哥和弟弟 他見到被告 在他家裡 伸了頭出來 他就問被告 你兒子什麼事 然後在這個時候 其實那時候 那個女孩被人非禮 看到被告在頭上 被告 我想兩家人 尤其是孩子 當然是孩子 兩個兒子有事 X呢 看到媽媽回來 就走出來說 被告非禮 他 說 他呀 用手撩起我這件衣服 又摸我這裏 又摸我那裏 被告在那時候 就說 很溫柔 沒有惡 你不要亂說話 這樣 X呢 跟著 可能媽媽在那裏 他就 膽大 洗斷泰 這樣罵他 這位小女孩 很難得 X沒有當時覺得 很混亂 跟美國說 我想了解這件事 關了門 關了門之後 7歲的X呢 帶了媽媽進廚房 向他示範非禮的經過 摸我這裏 這個人的衣服 為什麼要帶他進廚房呢 因為 在廚房沒有非禮的嘛 有一個 又粗又硬的東西 摸我 安排的位置 搞得我很不舒服 什麼很粗很硬 究竟是 鼻子 手指 X老母聽完 當然很生氣 擔心女兒被人強姦 他馬上趕去檢查X的身體 然後 他回房 打電話給他 閨密的姐妹 老公 老漢家姐 最後撐不住 打電話給被告的妻子 那時候還沒有報警 我不明白 其實第一時間都報警 X的老母說 在半個小時之後 被告不斷打電話給他 他見到陌生來電 沒有接聽 直到晚上接近5點才聽電話 被告仍然溫暖 X太太 其實不是你這樣想的 是誤會 被告說 我是不小心撞到 X的身體 X 就說他很激動 他說決定要報警 因為覺得警察是公平公正的 如果我是被告 其實你不用報警 我就警察 警察 我就有一班警 大家都想背景 老實說 你說旁邊屋七歲女 可以這麼悔聲悔影 展示動作 我就不相信 從判 這些起碼要 十六八戳 八年就沒有減刑 知犯犯法 更加沒有減刑 八年 OK à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